就看到都是卖二手东西的 我现在在蒙古的乌兰巴特的黑市 这里为什么叫黑市我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 这个黑市主要是卖很多各种各样用品的 非常的丰富 所以你看那个车子就知道很多人来这边 今天我也来逛了一下 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呢 就是据说这里有 你想找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市场找到 这是乌兰巴特算郊区的一个市场 这像国内的批发市场 然后人特别多 车也特别多 我要过来找什么呢 找那个保暖的衣服 因为我今天晚上要去那个木轮 去那个玄史的迅路部落 所以我要找一些保暖的衣服 就看到都是卖二手东西的 都视频 这市场上还有中国来的蔬菜呢 还有中国的包装 我其实就想来到市场看有卖啥的 就是他们告诉我这边什么都有 然后看到很多产品是中国来的 你看那个 他们都写中文 哇我看到这个金麦郎骨汤面 没想到这个中国的食品 在这边这么受欢迎 很多卖中国加工的服饰 我们买个这个棉衣 去村里面穿吧 绝对是村里最亮的仔 这个不错 这个好像可以 这个棉衣它开价100人民币 我还50人民币 50还可以 看这个 哎呀果然是中国加工的 花了50块钱人民币 最终把这个棉袄买下来了 它开价就是100人民币 我还价 砍了一半 因为在这种市场的话 你都要就基本上都是对半砍吧 在很多国家这种市场 你都要对半砍 我没想到中国的土料在这里都有 感觉整个市场像逛中国市场一样 反正像回到了中国啊 这个市场有室外的 有室内的大家都知道牧民的蒙古包特别的出名 做蒙古包的一些配件啊什么的 走过那一片市外的区域 这边就是很多店铺 室内的这个市场的部分 蒙古人真的也挺喜欢吃这些糖啊 这边蒙古的水果挺贵的 这边一根香蕉差不多2块钱人民币啊 哇老铁们看看这不就是义乌商品城 乌兰巴托分布吗 哇这个感觉好暖和啊 做衣服的话 在乌兰巴托啊 因为人口特别多 所以这里每条路几乎都堵车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加油站 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油价是多少 922的汽油是差不多5块钱人民币 有这么便宜吗 太堵了 而且打车贼难 乌兰巴托真的是大都市啊 我之前去那个黑市的时候 其实挺不舒服的 就待了半个小时不到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说两件事 第一天我入境这个蒙古的时候 在那个车上遇到那个检查的 他就就是我坐在那里嘛 他就死尽地把我往里推 好像我挡住他的路一样 其实并没有 怕东西 然后还把我们那个行李箱 就是踢倒在那个边上 就觉得很不爽 第一天就很不爽 因为网上传这个蒙古 对咱不太友好啊 我之前没来过 所以不太了解 但是这次来了之后 确实觉得不太舒服 今天我去那个市场呢 我就是举着这个摄像机 想拍一些 这里卖了什么东西啊 给大家看看 但是呢 就是路上走 来了一个老太 他看到我举了这个摄像机 举了这个摄像机 他觉得可能是 我是不是在拍他 就真的妈妈咧咧的 态度很恶劣 后来我们进到市场之后呢 也是想看这边有卖哪些东西的 然后那周边那个摊位啊 都在都在那个很凶 非常凶的在那边骂人 就说啊 sorry那个就不拍了嘛 然后你关掉之后 他还在那边骂 就好像有个人还拿着那个 类似那个扳手一样的东西 当时我们觉得挺危险的 就赶紧走了 通过这两个事情啊 就我觉得 有点不太喜欢这边 就网上说的那些东西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 反正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可能不太 不太喜欢我们 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太过分的事情 之前 我去别的国家 就是说如果他们说 不让你拍的话 你道歉 然后你不拍的话 他们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唯一我在蒙古 去了这么多国家 我就觉得 唯一这里 就很凶恶 就是特不得要起来打你啊 那种 就好像你拍到他 他怎么样 就很不爽 所以我现在 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感觉特别的不舒服